赵薇上热搜的那天 刘德华也跟着上热搜了 但关于他的热搜新闻 却让很多人都绷不住嘞 华仔上热搜 跟一个故事有关 话说2008年 中国喜迎奥运 那时候两岸三地的无数明星 争破头要为奥运献歌 官方传出了个大作品 名叫北京欢迎你 邀请了100位明星 共同参与演唱和录制 这首歌红遍了全中国的大街小巷 但有一点挺让人纳闷的 一百名艺人里 有当红的 有过气的 有年轻的也有老一辈的 有陌生的也有脸熟的 却唯独没有刘德华 这很不寻常 按理说中国乐坛这三十年 不管哪个年份 想挑几个八分的歌手出来 怎么都不可能跳过刘德华的 后来才知道 是他自己选 走不去 他说大家都在抢奥运 没有人跟我抢残奥 他没有去抢奥运的风头 却义无反顾的为残奥会 挑起宣传的大梁 他亲自参与词曲创作 写了一首歌 名叫人人都是第一名 这是他为北京残奥会创作的一首歌 歌是他自掏腰包 花了150万人民币制作出来的 在歌曲的MV中 他扮演了一位身残之间的运动员 为了把断腿的角色演好 他在拍摄过程中 每天都要把左小腿用绷带缠起来吊着 长达七个小时 绑得左腿经常麻痹抽筋 痛到不行 后来有网友在微博评论区说 那年我才八岁 看见这支MV 我真的以为这个叫刘德华的歌手 是个残疾人 那年北京残奥会 国内外媒体对其报道的热度全然不似奥运会 一如一三年后的今天 正在举办的东京残奥会 冷冷清清 先有人问津 但好歹那年的残奥会还是会有人关注 会有人多看两眼 因为刘德华和韩红 登上了残奥会开幕式 为残奥会运动员们 先唱了北京残奥会的主题曲《河梦一起飞》 刘德华说人们对奥运会很了解 但对残奥会可能就没那么清楚了 其实残障运动员自强不息的精神更令人感动 都是拿金牌 都是为国争光 大家关心奥运会 为什么就没多少人关心残奥会呢 愿意锦上添花的人有很多 愿意雪中送炭的人却寥寥无几 但在寥寥的身影里 刘德华的形象却显得格外伟大 随着大V们的宣传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 刘德华默默支持残疾人运动员的蛛丝马迹 有网友说 曾经有记者在奥运期间采访刘德华 问他你最喜欢哪位运动员 本以为他会说刘翔 会说姚明或者孙杨 但他却没有说这些明星运动员的名字 他说我最佩服的 是雅典残奥会上的无碧飞于和军权 那年残奥会 缺少双臂的和军权 一人独揽四枚残奥会游泳金牌 他说好佩服和军权 他没有胳膊却能游的那么快 每次在泳道里折返 都需要拿头撞臂 连战上冠军领奖台 都是用头颈夹着鲜花的 好多人是听了华仔的采访之后 又去查阅和军权的资料 才发现原来我们中国 还有如他这般不屈不挠的英雄 今年藏奥会开幕式 我们的亚洲飞人苏炳天 发了一条朋友圈说 大家都叫我苏神 我心目中也有一个苏神 他叫苏化伟 这位名叫苏化伟的残障田径运动员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而言 都很陌生 但其实他非常的传奇 他天生患有静卵和弱听 却先后参加过四届残奥会 获得过六枚田径奥运金牌 还是目前男子100米和200米跑 T36级残疾人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苏炳天的宣传 把另一位苏神带到了世人的眼前 随后大家发现 早在1996年 刘德华便与苏化伟有了交集 华在得知 因为残奥会不受关注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品牌来赞助 残障运动员的生活 往往都非常困难 传奇如苏化伟 连训练服都需要自己掏钱买 家里一瓶如洗 2000年他在新年奥运会上 涌夺三金二桶 如此辉煌的战绩 拿到的奖金却还不足20万 于是 刘德华便邀请苏化伟 让后者到自己的歌迷会里做文员 说是去歌迷会上班 其实来去自由 他特地向苏化伟强调 一周上三天班 但不要耽误训练 有训练的话你直接走就行 每月按时给苏化伟发工资 好让苏生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从1996年开始 刘德华每年都会拿出10万港币 专门支持中国香港残奥队 残奥队每次比赛返港 刘德华都会请他们吃饭 还要再拎套腰包 给残障运动员们 每人发一块他自己定做的奥运金牌 他说这金牌是真金的 当然金比较薄 他曾两度担任中国残疾员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 同时还担任了中国残联的爱心大使 他说残疾员不容易 生活本就对他们很残酷了 那些燃烧着生命去为国争光的残障运动员 却还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在乌云堆积的那片天空 他一直默默的 坚持用自己的光和热 来为那些勇敢者驱散阴霾 带去一点点光和热 今天再看到他和残奥会有关的热搜 我忽然明白了 这个男人能在娱乐圈红40年 是有道理的 一三年后的今天 我们不难发现 当轰轰烈烈 全球狂热的奥运会过去之后 那些拖着残破的身躯 奔赴奥运赛场的残障运动员 再一次受到世人冷落 有几人能说出 今年在残奥会上 为中国夺金的残障运动员的名字 有几人知道 这群身残之间的人 让国旗在东京上空飘扬了多少次 人们在不久前 还在喊着超越自己的口号 还在为人类的拼搏与进取精神而热泪盈眶 却不曾想到 最能代表人类自强不惜精神的那群人 恰恰是被他们忽略的那个群体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被大众忽略的残障运动员们 却被刘德华十几年如一日的放在了心上 有网友在一个关于刘德华的帖子下方留言 他贴出了一张照片 是他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现场 随手抓拍到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人 正是刘德华和苏化伟 苏化伟刚跑完比赛 刘德华陪伴在他的身边 跟他一起看成绩 这位网又说 我不是记者 就是看台上的一名观众 所以这张照片并不是摆拍 但我所看到的 刘德华作为北京残奥会的形象大使 真的是一心一意陪在运动员旁边 为残奥运动员加油打气 从他的表情 他的神态不难看出 他是在专心做这件事 并不是来走走行事 却内人称呼他为老模 出道40年 他出演过180多部电影 发行过100多张唱片 唱过近千首歌曲 做事 他四十年如一日 认认真真 勤勤恳恳 但他做人 却更胜做事一筹 有人曾说 一年已偶像 百年刘德华 得意双心 莫过如是 上周五 当我看到有关赵薇的热搜时 回想近期那些垮台的流量明星 什么郑爽 吴亦凡 霍尊 张哲瀚 前锋之流 要么触碰人类的道德底线 要么触碰法律底线 要么触碰人伦底线 要么触碰民族底线 那天 我对这个娱乐圈失望透顶 我以为中国娱乐圈没救了 那些天天抛头露面的明星没救了 但幸好这个圈子里 还有一个刘德华 他为我们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 在影视歌三个领域全面开花 直到今天 六十岁的他 靠着德与华 依然可以迎驾于一切他所创造的角色之上 他是真正的画时代意义的偶像 不需要粉丝为他姻缘 打榜 相反他可以让所有喜欢他的人 为他骄傲 他的存在 似乎就是在告诉我们 这世界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总有人一直为大众负重前行 也总有人一直在努力的为大众做出榜样 最后我想见华仔的故事 来呼吁大家多多关注正在进行的东京残奥会上 那些为国争光的残障运动员们 截止现在 中国的残奥健儿们 已经拿下了119枚奥运奖牌 这119枚奥运奖牌代表的 其实也是很多个身体残缺的人 不服输不认命的精彩故事 在那首写给残障运动员的歌曲里 华仔这样唱道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 用一口气 交换你一生 要迎接未来不必等 生命不息 拼搏不止